小聲不敢將你怕吃驚 怕驚你過 怕驚你過 望你未來幸好風雨聲 搖啊搖啊搖 搖到我愛不借 問人心過無背驚 等人大寒天結束 搖啊搖無背驚 問得好你全天好 人生的這條路 過你了 你呀你你笑 搖啊搖到外婆橋 你呀你呀 暈暈心看 一日一日看你地大 可愛呀別人 地不在流浪 搖你小聲 感情你怕吃驚 我怕你過 怕你大 我在未来幸好好妙生 遥啊遥 遥啊遥 遥到我爱不倡 我年生过不悲惊 但人大恨情结账 遥啊遥 遥到我爱不倡 远备好妙天下 你生的这条路 带你走 我骑你花 我骑你走 我骑你走 望你未来幸好妙生 遥啊遥啊遥 遥到我爱不倡 我年生过不悲惊 但人大恨情结账 遥啊遥 遥到我爱不倡 远备好妙天下 你生的这条路 带你走 遥到我爱不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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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各位快乐 老年不忙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佩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 来看乐心生的节目 我们节目一开始 这首歌曲 《保佩的儿子》 这个呼应了 我今天要说的主题 《保佩的儿子》 因为说很多孩子 对北部来说 都是心肝宝贝 但是对其他 可能有一些北部 或是对其他的人 说别人的孩子死不了 可能就不是 心肝宝贝 所以呢最近这个略同的事情 事情这个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今天在空中 要针对发落的这个观点 来聊聊有关 虐统的这件事 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报评一下 我们快乐心生可以收听到的频率 在台北台区市全境公布电台FM19.3 台中中华南大台区 收听的望春风 公布电台FM19.5 台南加基欢迎收听的家乐公布电台FM19.3 台南高雄冰冬收听的快乐公布电台FM19.5 配合地区可以收听 虹蛇 公布电台FM19.3 你也可以利用网络来收听 你只要在的脸书的所在 怕快乐联播网还比radio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直播 好 那说到这个虐童 今年很奇怪 对于一过开始 感觉好像是虐童的这个起始点 以前那虐童都几个一件 当然都蛮严重 社会才会报道 那今年有时 从今年1月9号 银河的脱婴中心爆发虐童事件 说小孩 1月9号 再来1月12 差几天而已 老酒的 这个很有名 肉丸 不敢 肉丸 要夹辣 这个 也是虐童 然后呢 再来1月16号 1岁半的这个 女童妈妈 17岁 未成年 跟小孩也打死 那再来1月17号 可以拿下宿去带着一个 也就几乎打到那个 那个整个脸肿起来 然后呢 昨天 昨天 镜周刊又有一个 为你的朋友 是个名医 也对两个小孩子加棒 这个新闻 所以针对这个主题 刚刚我们已经有听到声音 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是 红鼎法律事务所 也是奶爸律师 陈又欣律师来到这边 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又欣律师 律师 你有整个新婚 我给大家了解一下 盛民党的发言人 那主要是 律师 这是你科学 在后部面上 算是你的工作 那因为这个律师的工作 所以你现在目前也是 现代妇女基金会的合作律师 也是儿童福利联盟的 文教基金会的合作律师 律师 主要是民间司法改革的 这个也是合作律师 对 好 重大的三个伎队 你都在里面 妇女 儿妇 司改 这都就是 今天今天的伎队 就事事相关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很关心 但是 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新婚 为什么我会跟这些社福机构 一些合作的新婚 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不是只有特法律 我叫双主修社工 所以我同时还有社工系的 这个学士的这个身份 那时候我就开始在这些儿少 跟妇女的基金会 开始在合作 在做服务 大学比较了 做律师 律师 哪做的时候我就 持续用律师的身份来协助这些 不管是家暴的妇女 或者是儿童少年 所以 但是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 遇到这么多这个状况 那我 很坦诚告诉大家 一件事 就是说 对我自己的小孩 我小孩三回过 对我小孩出事政检 对我来讲 都只是案件 那是一个案件 你会不会的案件 我会不会的案件 不管是案组 还是说律师的身份 因为我在法院 我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叫做程序监理人 不知道听众朋友 有听过这些制度 这制度 更新一些 但是最近又更 消声逆机 主要就是说 很简单 大家都了解 一般离婚的时候 那父母 夫妻 双方在闹离婚 那以前来的都知道 你那正小孩 真小孩 有时候 抚养权 有时候不是真的真 我跟大家说是在位 根本就是 你要爱 我就不爱 他不是真的要 是小孩 就是我不爱 我就是挑战 要跟你唱反调 大家可以想像 其实离婚 老是位 现在离婚的人这么多 大家摸摸两心 真的要带这个脱油瓶 你是真的 还是假 先来有手 那其实很多这个 尤其在法庭上 我看了我都很难过 后来我们司法院 也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他就把 那个家事事件法里面 就增加一个叫 程序之恩理人的制度 艺术的 也说 你们夫妻在吵离婚 我法院帮小孩派律师 法院帮小孩派 不一定是律师 有可能是社工师 有可能是心理师 在这个诉讼过程中 去保护小孩的利益 所以他比较适合什么人 对 其实有时候 主要是爸爸哪有工作 或者是社会经济 比较高 都判到爸爸 这个财务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那当然 因为妈妈的话 还是会有 也是有一些优势在 虽然说这个 大家不喜欢这样讲 但有时候 幼子虫母 这个角度还是会存在 比如说 小孩小孩 如果主要照顾者是妈妈 我们尽量不去变动她 这个都有 这种状况都有 那所以 我有这么多的身份的 但是我也跟听众朋友老实讲 在我自己小孩出来之前 我跟你说 我以为我感觉 做律师有时候能写 就是说 东西看得多 不像医生 你感觉 看医生这样挥下去 你就挥下去 你不能怕 但是我也同样 我做律师看就看 我跟大家老实讲 最近几个儿女 从我小孩出来 我真的不太敢看 我一直觉得 我是很铁石心肠 有什么我不敢看 我真的不太敢看 我看得 像最近有一个小孩子 他也是这个 新闻有爆出来 我刚刚看他四肢 那个淤血 黑青 那个十七岁妈妈 我看得黑青 那个很夸张 他对那边打马赛客 三千你看不到 四肢全部都黑青 真起来黑青 我有当时想说 看得到自己的儿子 有时候看得很 每次很调皮捣蛋 但是就不敢打 但是我今天也很想就是说 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我的一个很内心的 我从事法律工作也好 用社工的角度来协助也好 用程序间联的角度 站在子女的立场 去跟这个法庭上 去跟他们的爸妈 在离婚案件中去对抗也好 但是我真的很自己的内心中会思考几个问题 其实这些事后不管怎么惩罚 其实真的都不好 你说去处罚受暴者 夹暴 夹暴啊 去做这些加害的这些人 真的买乎也不好 你想说一个小孩 他这样受到这样的伤害的时候 你说要再去再怎么惩罚 然后你会发现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阻止这一切 真的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我最想去努力的事情 怎么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那我先理清一下 程序间里面 因为我相信有些人应该也疼过 就是说当父母在打离婚官司的时候 他爸妈可能也许都会自己找律师 那法院会派一个律师来帮助这个孩子 或一个社工人员 就专门抚这个孩子 那你们对这个孩子是什么 就是去跟他了解 他的实际情况 他的心理问题 然后再去给法院一个参考 他到底比较适合跟爸爸 还是跟妈妈 没错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就是阿佩讲的完全正确 就是说 其实法院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爸爸一定从爸爸角度讲 妈妈从妈妈角度讲 谁愿意从小孩的角度讲 所以说他派 像我印象很深刻 我一直都会举一个例子 我自己实际在担任这个角色的时候 就有一个状况 举例来讲 譬如说过往曾经妈妈做过一些 可能不适当的行为 那在这个过往在照顾小孩的过程 可是其实我站在小孩的立场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 我们一直在判断 其他的社工程 其他程序监理 我们在判断的其实是什么 我们在判断的是 那未来 谁比较会做得好 其实这个是 对我们来讲 反而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向 我们又不是刑法的法官 你以前做错事 我现在要惩罚你 不是这样子而已 我要去思考说 你虽然做错事 另外一个没有做错事 但是我这个小孩 可能还是跟这个做错事的人 他如果改变了什么事之后 可能跟着他会比较好 这个很为难 很为难很多很多 没错没错 但是我们的关键 不好意思打个岔 我们常常看到的 比如说我说朋友这个案子 好了 他昨天进周刊才爆出来 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 然后爸爸还是一个民意 但是感觉妈妈是比较弱 是爸爸自民度比较高 那离婚的时候 可能爸爸的这个关系 两个监护权是判给爸爸 那后来就是因为 妈妈把他 我们现在寒假嘛 带回来这个台湾 对 看了就后来说 怎么爸爸家暴 这个当然就是离婚官司 那个监护权官司又有得打了 我的意思是 一开始怎么会去判给爸爸 除非妈妈妈不一样 不然我感觉第一时间应该是双方都会去拉锯 我就是要爱这个孩子 对 其实他们案件当初是怎么分配 当然我们也不了解 所以不敢去 但是会不会很多法院在判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射精背景 射精背景 射精背景是 也不会让妈妈更好 其实有一个点 倒是我觉得反而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 射精背景不见得是优先的 有的说我有家啊 你也没家 我跟你离婚之后 譬如说某一方没房子 我工作我一个月十万 好了 你一个月到五万 我比较适合带小孩 可能会这样判吧 不会啊 不会啊 以前不是都常常提出会这样判 你看很多 简单嘛 你一个月给他多就好了 现在可以这样 你其实 我们如果小孩有需求 对不对 其实做父母的这个负担来讲 是一样的啊 那你既然能力比较高 我也可以判什么 假设跟着你能力 因为这个财经能力比较差 可是财经历位高的 你多付点钱不就好了 既然你都说你有心要照顾 那你怎么没付更多 我的观念可能还停在以前啦 我以前的观念就是觉得 就是在判不一定是站在孩子立场去判 应该是说 我这样是帮孩子 但是不一定是真的帮孩子啦 因为有可能妈妈孤独的 但是可能妈妈的这个优势比较多 判给这个妈妈这样也有可能 有可能 其实我们观察点是说 对小孩的最佳利益啦 对子女 那什么是最佳利益还能讲 是爱还是资源 如果客观讲有一个点 蛮值得大家参考 就是说我们会尽量让他维持 比如原本的生活模式 这一点可能 比如说刚刚这个案子 我们真的不了解 为什么就是留在澎湖 对不对 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 小孩从小就在澎湖生长 那他可能已经 就不要异动太大 对异动太大 那他的整个生活环境的变动 因为离婚已经是 父母的离婚 可能对小孩已经是一个 很强烈的冲击 那我们尽量再减少这个冲击 那至于说 可能也许认为双方都还不错啊 所以这个时候 譬如我自己来讲 我会觉得财务状况是这样子 好比你刚刚说 一个5万 一个10万 我看来就是 只要越过一个基本门槛 都没差了 譬如假设我们觉得小朋友 你基本上 如果你能够月入5万块 我觉得你就照顾的差不多了 一个5万 一个10万 一个5万 一个100万 都同样 因为你现在有5万 你都能达到一个基本的水准了 那要再多多少就不重要了 从我的角度其实反而是这样子 因为 所以说这个财务 我们其实反而在判断的时候 这一个因素目前来讲 我自己观察很多法认在判决的时候 这一个因素其实是下降的 这个因素下降 因为他大概就是过一个门槛就可以了 那其实你门槛很低 你以法院最常判的方式都是以这个 每人每月生活支出 需要多少 对那用主计处做标准 以台北市来讲 一个人一个月主计处的标准 是2万6千多 2万7 所以我如果有2万人 就可以 不可以啊 我4万多块 比如说我自己一个 又娶孩子就可以 娶孩子也可以 娶孩子也可以 因为另外1万 你都要倒出 所以你要再加个1万多 可以啊 基本上我觉得 这个财务上来讲 所以这个我也要鼓励一下呢 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题目 其实很影响 很多也都是受暴 或家暴的状况 对很多妇女 就是因为她欠缺 经济上的能力 她觉得说 我们不敢 让孩子对我出去吃苦 我们说肉丸这件事 好了 贴肉丸 因为主要探紧也是男方 所以女生就忍家暴 这个很常见 所以你应该也很多 我也知道很多人应该东西这款 非常常见 就是女方 女生看弱势 没办法经济来源 不是在我这里 她就不敢看出这一步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 第一个 所以假如离婚小孩 可能也不会打给她 不一定 不一定 像这个如果家暴的总控 看完根本就 已经不太考虑给爸爸了 因为我不敢把小孩 留在一个有家暴行为的 其实我看到那个影片 我觉得可能是她还要自己搜证 你知道吗 她如果没有那个影子 可能警察也没有插她 这绝对不是第一次 对啊 有谁会第一次 就说 我就预 预 我会拔杯 我不要叫你打过 今天你跟她说话 我就拿手机出来 真的真的 所以我看这个新闻 我有点难过 就是说 因为她说去报案不好 警察不站在这边 那法院可能就是 轻轻的 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所以她又要面临这种 很可怕的轮回 所以她直接 拔皮去买 放在蚌肉 那比较快 我觉得她做对了 我也觉得 现在有时候是这样子 司法啦 或者说警政 或者说很多 我们的社会系统 就是没有办法去协助 到 没有 我觉得就是说 那个及时性真的很难 但是 听众朋友 你要知道 要及时 我们要等多少资源 譬如说 从简单来说 我们最近 就刚刚讲的这些案例来讲 现在社工单位 譬如说 政府的社会局的社工单位 他们在这种事情上 他们是加强仿视 他们的处理方式加强 譬如说 你现在是第一级 第二级第三级 跟你分级嘛 越严重的 我可能仿视的频率越高 但是我请问一下 仿视频率是可以多高 对啊 每天都 每天去给你看一次 不可能 我如果一星期 看一次 仿视频率够高了吧 那另外还有六天可以打 还有六天可以打 我的意思是说 而且我后来才知道 因为大脚底板 不会有痕迹 有 这个交错 有这个 所以 就不通 但是你会觉得 未来虐待小孩 还有这种方式 你知道吗 你看这个多恶劣 大人的心态 是在想不想 我知道是啥 那他就明明知道 这不对了 所以才要躲 他知道不对 所以才打 他打脚底板 那看不出来 那我是说 其实我们要去补足这些 我们希望可以预防的话 其实资源真的会非常的庞大 真的非常庞大 但是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关键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错误的一些观念啊 譬如说像是 其实我觉得像 我比如讲 去打那个 肉丸霸 肉丸霸 这个 我知道大家大快人心啊 我也跟各位承认 因为我在网路上我也公开讲 我心里也觉得 大快人心 可是真的这样做真的 不会是好事 为什么齁 不是说因为怎样是因为 第一个 其实你还是用 暴力的方式齁 来教会 教会这个肉丸霸 诶 大家老实讲 我自己很小我就有这种感触 是什么 我齁 如果用打的方式叫他闭嘴齁 我觉得他心里一定在想什么 他心里不是想说 喔好我现在做错事我要闭嘴 不是 喔原来 只要你可以打赢我 你就可以叫我闭嘴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你去用打的什么 去把这些事情处理掉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复制 所以为什么很多 加班案件中的加害人 我们去回溯他的这个背景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们很多也都是曾经的被害人 喔所以那肉丸霸可怜 也是被人说大了 诶 那你就有可能 那说有好啊 嗯 你懂我意思吗 他学到的不是说 不是说啊 他觉得他儿子在说谎 嗯 好我们就撇开 就说他喝醉什么 他觉得他儿子在说谎 诶 你若觉得你儿子在说谎 你也能用别的方式给他教 但是他没效嘛 嗯 他觉得说 我给你讲他 我给你讲 讲给你生人 你你讲谎 那你就我就教会你了 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是抱持一个 要教好他的小孩的心态 嗯 嗯 但是他就做错了 嗯 那他怎么来的 谁教会他说 刚才怕 是有好好的方法 嗯 不就是可能从以前一直复制下来 嗯 这种问题也是儿童虐待的一部分 我们讲这个目睹儿童的问题 嗯 有时候他自己不是被打 他看到爸爸在打妈妈 或妈妈在打爸爸 嗯 他就在目睹的过程中 他还是会复制这个暴力行为 嗯 所以这个齁 从什么时刻开始可以把它切进去 从此以后停住 这个很重要 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这乡民去打那个肉丸吧 包括那个17岁妈 一堆人也包围了嘛 包围 你会觉得以暴制暴没有用 没用 我很直白讲没用 那只是送而已 那个律师真的很送 我真的 我真的 那为什么民众看这送 因为我们的司法变太大了 让我们的民众没法到去信任 司法可以给公平跟正义 对 所以咧 好啦 那我就最后只能选择以暴制暴 我自己来 所以这变成是 我根本是民众的无奈 我们让政府的法律 逼我们走到了这一步 所以 不要紧我们今天那个困点 等一下我们就 法的角度来聊聊 好 就是有关这个 帕西小孩 因为今天也来 又来了一件嘛 说把那个 用那个医者跟小孩 跟祖母说死 用什么的跟他 好所以他死 死了 死了 这个会怎么样 不会怎么样 怪妞女就错了 所以到底台湾的法律 出现什么问题 我们等一下好好的来聊聊 恐惧有的 我们听众朋友 邀请的特别来宾 是鸿鼎法律事务所 也人称奶爸律师的陈又欣 尤其是鸿鼎法律师的陈又欣 我们去看看 详情请搜寻2019台湾灯会 下载交通懒人包资讯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快乐联播网的听众大家好 我是水利署署长賴建信 稳定供水让人民安居乐业 是水利署的重要工作之一 打造韧性水台湾 降低气候变迁影响 也是水利署的重大目标 回顾过往 展望新的一年 让我们继续为幸福水台湾 稀手努力 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 吉祥如意湖满家园 大家好 我是五金华法哥 探访亲友聚会的场合 带上一份水果 和大家边吃边聊 感情交流也会更自然 在这里推荐大家 来吃这个玉米小番茄 具有吉原谱的标章 和生产追溯的标章 你透过条码 你可以查到农产品的资讯 带着这样的新栽种的水果 你和你的亲朋好友 吃了会安心 感情会更高兴 新年度探访亲友 过年吃春 传一份甜蜜蜜又安心的 玉米小番茄就对了 0800-893-893 0800-893-893 今年过年 我想要买一款 是大人 孩子爱吃 好配饭的料理 先来后到海鸿鸟 摆一Q2 买不到 想想和中央 你也来吃吃 新鲜没炒车 没炒 没炒 没煎 没煮 没煮汤 口味非常好 不像一汁菜 大家人家想念的 没错 我去年买一粥 原本就不够 先来后到海鸿鸟 新鲜口感好 让中央和你也一嘴再一嘴 空白空空 8Q3 8Q3 0800-893-893 各位快乐联播网的听众朋友 大家新年好 我是新北市树林 英哥新庄西盛酒里的立法委员 苏巧慧 新年到 巧慧在这里 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 朱年喜洋洋 喜迎金珠过巧年 新的一年也要天天快乐哟 2019 台湾灯会在屏东 怕塞车免费接驳最便利 搭乘大众运输到高雄或屏东 15分钟一班 转达灯区接驳专车 9个大型停车场 让你车子停得近 人也进得去 屏东县市33个乡镇 还有乡亲接驳服务 台湾灯会免费接驳 全台上灯零距离 详情请搜寻 2019台湾灯会 下载交通懒人包资讯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快乐台湾 剪菜武汉 快乐联播网 HAPPY RADIO 欢迎回到这里 这部的判断 空中以兰前就并为 邀请在地边来 并是鸿顶法律事务所 也是人称奶爸律师的 陈又欣陈律师 来到这部判断 后来说点这个虐童 虐童真的是人神共愤 天地不容 那有什么会造成 鄉民的正义就是 我们的判断 翁翁翁 没法让我们人民 感觉说 我们的法律是 真的是公平正义的 所以好 既然我们的法律 不公平不正义 好 我再来动私行 因为我代表了正义的一方 我跟你说 那去打 几乎人人叫好啦 就除了就像你们这种 法学人士 不能这样 你们去打人家 或是到人家家里 还犯了什么什么罪 但是呢撇开这些 真的每个人看了 心里就是一个爽子 那到底有什么 我们政府的换论 让我们的民众 会变成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要去思考的啦 那到底是 我们现在的法真的 太松太轻了吗 我觉得是这样 我先 有啦 我看了也是会很爽 但是我们每个人 就是有每个人的工作 爽归爽 我们是回来看 第一个法律是不是太轻 这件事情 有时候是用比较的啦 那因为这一类的案件 在虐童的这一类案件中 比较少是陌生人 通常都是这个家人 尤其是自己的这个 父母长辈 所以他本身在这种虐童 他本身在刑法上 他可能就是一个伤害案件 但你要说这个妨碍 儿童生长 但是一般是没有到 那么夸张的讲法 然后伤害或什么 然后加上说 又是有这个亲人的关系 在里面 他其实很复杂喔 其实一方面 但你说致死的话 也是伤害致死 但看起来是重罪 可是事实上他整个判 他不是杀人对吗 对他不能直接用杀人 这个角度去看 有时候啦 我跟他说是不是杀人 你看王后 没关系他们的阿姑 你起到要死 很多都是变成 你明明就是要杀人 你怎么会不是杀人 最怕判起来不一样 当然当然 判起来不一样 可是好就算是杀人 他们也会去考虑到 几个因素 譬如说这个 是一个父母子女的关系 那其实父母子女的关系 再怎么样 这种杀人的结果 你说父母说完全都没有什么 懊悔或什么 也不太可能 除非他真的是一个 所以我只要我懊悔 我实在是不应该打死 这样就可以减刑了 他还是有可能的 可能性很高 这种状况基本上 是一定会出现 因为他不是那种说 譬如精神上 穷凶恶吉 那种被死给你抬一块 这种通常都是 以失控为主 他是失控的这种为主 所以说 本身在刑法上 在判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跟那种 真的说 譬如什么随机杀人 还是什么的那种 一样去判断 或是说这个人就是 天生就是要做坏事 通常这种 会对自己的小孩下手 各位听众朋友 一定也都可以想象 有这种状况 他在外面 因为 有没有那个本事 可能 不见得有 所以才会回来欺负 这个 守护腹肌之力 欸小孩欸 你可能 在外面受气了 回来怎么打小孩欸 没有本事 解决你的问题 解决你的压力的话 你不太可能是说 去寻求 让自己这个 可以控制 这个小孩 外面 你不会去动 这个小孩子 你通常这个 所以就是说 可能就是这种 比较失去一些能力的人 那他 有这种状况 那所以再怎么样 他在判刑上 就是不容易 那更何况你想 如果今天不是打死 嗯 你要想很多 对很多小孩来讲 就算爸爸妈妈打他 那还是他依附的对象啊 那你要他关怎么样 好就是说 我一直强调 他只要是家事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是要往后看 嗯 我们一定要往后看 嗯 就是说 好家暴发生了 那你把他关到死 然后对小孩比较好吗 嗯 还是你如果有本事 把这个打人的爸爸妈妈 嗯 变成一个不会打人的好爸爸好妈妈 嗯 哪一个比较好 可是这个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 应该是有可能 好比我们去另外 我看了 我说我不忍心 我只敢 我连看到照片四肢于青 澎湖这个妈妈 嗯 17 不是 那个17岁 台南17岁的妈妈来讲 我讲实在话 这多人齁 我觉得那讲话都是 也都 大概也未免太 太酸了 嗯 17岁 对他生了小孩 那你就可以想像前面的 他的成长背景 跟他的这个交友状况 的问题 嗯 好当然我可以理解 好在这样的交友状况底下 所以你期待他 生了小孩之后 就变成一个很会照顾小孩的妈妈 嗯 好拜托我三十几岁做老婆 我就不懂得怎么够了 嗯 16 17岁 你觉得他就很懂得说 到底小孩该怎么去处理吗 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啊 嗯 好我到现在小孩三岁多 都 嗯 有些爱的爱都跟他交通 对很难啊 嗯 那 而且连我这种 对不对我们算高知识分子了吧 我的很多朋友也常常 私底下有讲说 啊有时候真的好忍不住 好想要骂人 好想要 吼小孩打小孩 什么都有啊 嗯 这就是 小孩就是很难顾嘛 嗯 那你要期待一个十几岁 连高中都还没念完 嗯 可能就辍学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样子的一个妈妈 你就说她要变成一个好妈妈 所以这说回来 是说是要用社会往来去 去支援吗 我认为是一定要 嗯 那我们在法院上还是要处罚她 因为你没想到主持十七岁 他叫他不要生气了 他要给你生后 他也是要生啊 对啊 对啊 生后要打死你也没想到啊 所以我们在司法 对啊 我刚刚提到的喔 小孩还是一个共死啊 死两个喔 他爸爸才22岁 那我们就要问啊 第一个死了以后 政府做了什么 嗯 所以乡民们去打他 我觉得好 我也很爽的 但是下一个问题 你没有阻止他打死第二个小孩 嗯 那这个好 乡民说没有责任 政府有责任吧 嗯 为什么 我觉得所以我对我来讲的话 所以你觉得中心齁齁 没办法遏止嘛 不可能 我今天小孩十八岁 啊我知道说 跟小孩打死 打死犯 我就没跟他说死 不可能啦 不可能吗 不可能嘛 他没有别的方法啊 就是他宣泄情绪的方式 没办法 他没有别的方法啊 就是说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心心啊 没感动没感动 要速修法加速行者呢 他也是有说话啊 他说现在大家知道 根据通计 平均每五分钟有一起家暴 十五分钟有一个儿虐 那我们现在目前通计 说去年有五万九千五岁的小孩 是这个被通报的 而且是增加哦 注意哦 我们的那个儿虐 家暴的数量是增加的 但是哦 人家说这是很多黑数是你也不知道 哦黑数是有的 黑数是有的 黑数是有的 这是有通报的 有很多黑数是你不知道的 最标准的黑数就是 高知识分子啦 高收入啦 高所得 就是说表面上大家这个上流社会 这种 封锁的更好 哦 这不会让人家知道 这不会让人家知道 甚至连这个被家暴的人都会协助 来避免被制造 自己被家暴 来维护可能这个家庭的颜面 比如说之前的同议员 哦 你看这个被打到什么程度 尹太太也帮他忙了很久 忙了很久啊 所以这种事情就是说 还有太多的黑数 那你说好 呃 苏葵说要加重行者 我认为啦 我必须讲 他可以这么做啦 那也许 可是民众也是很期待加重行者啊 加重啊 那来嘛 我们现在来 旁边五年变八年 旁边八年变十二年 啊现在变怎样 这个小孩就没有老爸十二年 啊 啊我们不是又说 可是这时候你觉得他适合再回去原生家庭吗 应该 哎 是说总结才会好 我也没感觉 一般来讲我们 但最期待的就是说 我们 其实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啦 我们就只有关他嘛 嗯 嗯 也没有在协助他变成一个好爸爸嘛 嗯 所以这个伤痕 还有他的这个错误的能力就一直 一直是这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不回去好啊 嗯 但是各位也要知道 我们等于硬生生的撕裂了原本的这个亲子关系 嗯 他的爸爸不是 可是在譬如很小的时候 他也不会知道说爸爸怎么做不对 嗯 所以就是还是依附在这个爸爸妈妈这边 那如果我们 除了处罚 我觉得处罚还是需要的 嗯 每个人当然都应该为自己做错的事去负责 但是我们一定 这个观点都一直忽略掉 所以说我觉得苏葵如果光只是这样讲 很抱歉 我几乎可以想像 嗯 这些事情会持续的发生 因为他没有去解决问题 但是他这一个出来 大家是认同啦 那一定的啊 因为包括国民党这边也出来讲了嘛 党团 最新的会期就是 希望就是 把这个有关耳虐的法律做修正嘛 让他加重嘛 对啦 其实听完这个陈律师你说的 对 关五年变关八年 你哪 譬如说 儿子致死 小孩致死 你可能判死刑号的举例 好 对 然后 对啊 没有然后啊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 司法 让大家失望我理解 可是大家 会比较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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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公平正义 我觉得这种公平平正义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 一起來努力啦 因为这其实有点廉价啦 为什么 就是好 你看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其实就忘了说 这个小孩未来的生长 就没有了 所以我刚才一直讲 我担任程序监理人也好 我担任做家暴的案件也好 我一直很放眼在他的未来 嗯 最起码最起码 不要说去帮助家害人啦 嗯 啊政府怎么协助这个小孩 面对他的父亲是因为打他 而禁煎熬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罪恶感 各位 会不会有罪恶感 你老爸 因为自己打 啊 告诉你老爸看 我自己打一下而已 你打着老的而已 我平常是这么疼你 那真的有些家暴的是 有时候很疼 啊 对啊 不要喝酒 啊 就不好意思 因为很多家暴 欸 不要以为家暴者都是 起哑哑 不是耶 就是通常每次我们都会看到 这种家庭的那种循环 打完以后 譬如酒醒了 特别爱你 哦对不起 哦给你哀哑啥都好 嗯 这个东西你就会发现说 会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都着重在怎么处罚 这一个家害人 嗯 那我们忘了说 这不是解决这一个家庭的问题 这个家庭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要不要避免 这个小孩 未来也变成下一个家害人 嗯 从我的角度可能这个也很重要 嗯 不要说又是用打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情 那所以这个有好多我认为是 苏 苏葵可以做的更多的事情 嗯 那当然我也必须承认 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这是比较政治考量啦 就是说反正 先丢出要加重言行巨罚 就是一定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 嗯 可是 真正我们一直在呼吁的 是更多其他的帮助 那那个资源会非常多哦 嗯 那个要投入的资源是非常多的哦 那这个是 錢跟人力吧 絕对 譬如說社工根本沒那麼多人 我朋友常常去訪市 到底有這麼多人 訪市完了以後 假設好訪市那又怎麼樣 那我現在訪市了 我發現有一個爸爸 他可能有酗酒問題 我有沒有辦法 政府有沒有提供 立刻提供一個資源 讓他可以解決酗酒問題 譬如去上課 還是強迫他 一定要去醫院就醫 還是怎麼樣 也沒有嘛 那這樣意義何在 所以這也是相關法律的問題 這是由行政院提版本 還是公理婚姻 就可以直接去 行政院要因為行政機關 會知道這樣的需求有多少 量有多少 他需要多少預算 需要多少人力 你從衛福部這邊 好必須要投入多少資源 才有可能比較有效的遏止 最起碼我們從一個角度講 這幾年下來的家暴 跟額外這些案件 是通報是增加的 有沒有辦法透過什麼手段 讓他這個數量下降 那開始去努力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努力 我說實在話 真的是比較重要 OK好 所以我們今晚 古年四歲邱小妹 大家回想一下 阿倫說打到骨頭都露出來了 我覺得這種事 很誇張很殘忍的事情 那當然你一看的這個事務 你就會希望加重處罰嗎 有像這個 他是母親的同居人 還不是母親 像什麼母親同居人 就可以重罰了吧 當然啊 他沒有其他一些 減輕的事有 所以父母可以減輕 反而父母可以減輕 應該是說 我們在很左的時候 父母我們會考量到 我們會考量法院一定會思考一件事啦 法院基本上在考量的時候都會有一個考慮 就是他終究是父母的這種觀念 所以就會覺得說 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他一定有他因為什麼原因 所以導致他忘了他該怎麼做 好不然他一定存在愛小孩的那個成分 就是沒有不是的父母 他的信賴一定 這就是我兒子的愛他 對還是有那一塊 只是說因為一些原因 所以導致他忽略了這一塊 然後去做出遺憾人的事 這個不免啦 但是同居人或者是朋友那個就不會 那當然這就毫無道理 就是打人家小孩或是 對不對 那所以我想 我是這樣 我這樣講好了 就我個人來說的話 你要提高行責什麼 我覺得其實說真的也OK 這也不是什麼問題 就是這也是一件好事 從某程度來講 如果可以有嚇阻的效果的話 當然是好的 那只是說我基本上都可以肯定 因為從我參與這 因為我也從大學到現在十幾年了 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說 只要我們沒有投入資源再預防的話 光是處罰他那個行為 基本上也不好了 就是說未來還是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總統說 我們的這個社會的安全網 所以那表示說 我們現在社會的安全網是有問題 這個要不齊全的 我坦白講 從我在前年 因為參選台北市議員的關係 然後關心一些耳虐的這些事情 沒有啊 我們完全沒有社會安全網 我沒有看到有改變 不要說沒有 沒有增加沒有改變 沒有什麼明顯的改變 所以難道我們前年 或是去年你說邱小妹什麼 大家沒有義憤填膺嗎 政府講過幾次了 沒有啊 還是沒有做啊 我們沒有看到 因為搞到最後就像蘇葵 現在出來宣示的這個點 要振奮人心 他就是嚴刑俊法 比較振奮人心啊 那需要投入更多資源的地方 看不到啊 沒有看到啦 所以這個還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應該是說 要投入的資源 不是說除了重罰 還有就是說 可能要多提一點經費 包括說 因為我知道說 教育部也出了講話啦 很多人出了講話 教育部說大家比較假報一下 假報這個我是認同啦 但是那個教育部也出來說 大家要比較假報就覺得 嗯好 有重視到了齁 好那再來就是說 社會安全網 到底剛提到的 就都沒有黃副報告 特別是說民眾假報報告啦 啊再來就是說 可能社工人力也不夠 也不夠 然後投入的資金了 因為這也是要錢啦 後續太多了 其實你叫民眾假報是沒有錯 可是這不就等於是說 民眾扮演那個政府的角色 要發現的角色 其實我們現在發現這些東西 應該是政府對不對 而且很多可以整合在一起 好比 但最明顯 醫院就是一個方法 我們發現說 這個有受傷 異常的情況 這個反而在醫院的部分 因為很多醫生 現在其實這一塊都做得蠻好的 不管是 發現家暴 發現性侵 什麼這一塊來講 這一塊是不錯的 但是我覺得 有一塊很奇怪 我不會演在這裡直白講 學校 剛剛你提到教育部 但我反而要質疑 學校很多時候在我看來 反而都是在藏屋納購 幫忙包庇下來 我看到很多是這樣子啊 你發現了 沒有去把它給呈現出來啊 那這個有時候 當然也許是因為 又涉及到是校園內霸凌 或什麼的 所以就是有這個問題 但是 我們這台灣就有個問題 就是說大家不要 為什麼會不敢 把它發掘出來 就是說 發掘出來以後 大家都開始指責 其實不要指責 你一直指責 他們的媽人就想要安靠嗎 所以潘文中提出了一個獎勵制度 要說你如果通報有業績 我給你譬如說 一個案件成立三萬塊 舉例啦 變業績有獎勵制度這樣 這個都出來了 可以啊 現在是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講法會比較好一點嘛 鼓勵老師比較假補一下 比較假補的嘛 有時候鄰居不知道要怎麼假補 那個小孩在哭 我們卡著轉圍這樣而已啊 不然我們如果知道香港 對啊 學校確實可以發現還是怪怪的 老師一定會發現的嘛 因為學生他一定 講實在話 小朋友他在遭遇這個家暴以後 他的確他的反應啊 行為各方面是會有差異的 甚至連他的學業表現 都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說不定有些孩子在學校 就會有暴力行為 這都會看得出來 所以都要去 好比我這樣講 我也很 很抱歉 說我兒子 去幼兒園頭三天就跟人打了 喔 後來就發現 奇怪 我們就沒跟你打過了 你怎麼會去 後來發現 我小孩太愛看那個 那種英雄的那種卡通 在那邊打怪獸 見識 對 然後老師來說 嗯 那不要先不要給他看 然後我說好好好 注意 欸 連這樣都有會學習到欸 所以說 我覺得學校是很容易發現 學生有什麼異常的行為 學校會發現 那你說 警察 說實在警察的業務 已經很繁重了啦 他們有時候已經很辛苦 但是 對於我們其實可以 這個網絡是可以鋪在 很多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去 由公務員去發現 但重點是說 發現以後 我們現在的問題 這個是法律可以介入的 但目前我認為法律還沒有 我這個就跟各位 如果大家要討論 我覺得這一點 打算是很重要 哪一點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聊 包括其實現在衛福部也動起來 就是因為這件事 感覺鋼鐵要教育部 衛福部 法 那個法務部這邊也是希望就是修改刑法這樣 好 那到底台灣整個動起來是不是就有幫助呢 我們待會兒再回來開槓 空間為我們聽眾朋友 邀請來特別來賓 是紅頂法律事務所 乃霸律師 陳又欣 律師 大家在不肯定 我們先看一看 快樂年報夢的聽眾朋友 新年強悉 我是環保室法學局局長 夏昀如 迎接農歷新年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大家 家裡都會來大拼手 拼好清潔 比較沒空 萬一 真的需要用到薩糖桌 在這裡 教大家一些祕訣 第一 要買正確的環境擁有 第二 要注意感受環保室的俗準儀合 第三 要注意過期 我們不肯用 第四 照標示規定來修用 當然 最重要的 是拼好清潔 比較不用花錢買撒糖桌 對環境也比較好 我是環保室法學局局長 夏昀如 在這裡 祝福大家 新年如意 年年有春 今天跟大家說到 我們在製造的這個題 還有在這個 因為今年 這個氣候真的是很少 以前的這個 火水還有那麼多 所以真的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當天 大家等到這麼年久 那當然現場也要請到 這是專業的品茶師 五年的經驗 經過到國家的科技 非常不簡單的 這個抗菌在我們的現場 那 剛才因為他在飲 他在飲 他在飲那個保溫杯的草 我就是覺得說真的很好 所以才特別來幫他問 他說寒涼好像十幾年而已 十幾年而已 買一斤 阿露露 又送你一斤 因為我覺得說 我們大家來跟年輕人 第三代 真的有夠厲害 真的有夠認真 這樣跟台灣地 不是什麼中國的喔 沒有 這是真的台灣地 這是我自己用自己做的台灣地 是 現在說這是青地還是青地 這是青地 所以青地大家在飲什麼 怕說有它做還是什麼 放心 這泡茶你做的過程當中 是很順很香 還有一個冬阿霍 冬阿霍 這不是你做的過程當中就有 還有那天氣候 要吐啊 乾爛 還有還有這個冬阿霍 這個冬阿霍 這樣形容可能會比較困難 其實人家喝的比較過程當中 你能感覺 那個冬阿霍 你喝下去 它會對你的空 會對你的平衡 起立 到你的頭上 你能感受很深很深的 這喝起來是絕對不會有意外的感覺 是是是 好 最後再問一下 我幫你聽說把關這很重要 農藥重金屬殘留 這個有沒有去檢驗 這有 這有檢驗的 是是是 一定都有檢驗 這都有檢驗 因為這是一個對消費者 就感謝消費者對我信任 那我一定要做得好 做得好 這是一個誠心的問題 是是是 因為這畢竟我是第三代 阿公和爸爸 好不容易經營到現在 不要 不可能 我回來接著 還給你封住 不對 對 這樣就是不對 他講到自己眼眶都有點紅 大家要知道 我們今天做事的時候 要有良心 好的東西 為阿公 為爸爸一直團結 一定要把它做好 好 所以大家可以報到機會 我是覺得說 有時候 過年過節 大家要泡茶 請你是說我們要來送禮 還是說你的阿納達有沒有 有時候要送長官 這是一斤 兩千的茶 在外面 是特別因為 特別的原因 然後又到了現場 我覺得今天很認真 所以我真的跟他講 你現在要一斤 路路送你一斤 只要1980 而且運費還沒有吸收 大家來幫他支持一下 電話是 08000058589 也感謝我們的抗菌 對我們的現場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 只有十個名額 把握囉 快樂台灣 無限精彩 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說到這個有關虐童的事情呢 那個也感覺是全部不動起來了 包括教育部這邊 教育體系 比較多薄一個 省計要建立獎勵制度 剛才有說到 老師你鼓勵給你獎勵 看用現金獎勵也好 或者是怎麼加獎等等 鼓勵老師雞婆一點 那再來呢 衛福部這邊呢 也要建立一個叫做 全方位兒童醫療照護網路 那就是小孩 如果生出來有記錄 你在那兒小孩6歲 6歲以下 都沒有就醫記錄 不去來打預防針 這你也要追蹤 不是說搞笑的 不去報到就沒事 這個沒有打預防針也要 還有呢 就是未成年的媽媽懷孕了 這好好一定知道 這個一律要通報 然後通報完之後就要列入 也不算高風險了 就是要列入那種 特別關心的 現在好像都為了避免 有標籤化 不是說未成年媽媽就不好 但是他的氣味比較高 這個我必須講 我剛剛在講說 我們法律有愉快 我自己認為是 我會認為是欠缺 除了說言刑拒 罰就處罰一塊 很重要一塊 但是的確在我們 尤其是法律圈是很自治很克制 不太願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強制的治療 或者是強制的去介入 去就醫 這個事情 不管是因為精神病也好 或者是說他有這個 我剛剛講 比如說酒瘾 毒癮等等等等 猶豫症 我們都已經發現了 如果這家庭裡面有一些因素 那我們政府就有沒有辦法用法 這一定要通過法律的制定 然後政府就強迫這些人 一定要去接受治療或是定期的治療 然後去避免未來的遺憾的發生 所以就不要說那肉丸霸 他可能有酒癮這個症 我們的法律沒辦法強制救醫 假設我們今天在之前就發現 肉丸霸還沒打這個小孩之前 我們就發現說他喝酒以後都有問題 譬如假設他媽媽 我們舉例 假設有這個制度的話 他媽媽可能偷偷打電話給113 說我老公喝酒以後都會有問題 沒喝酒都沒事 有沒有辦法處理 如果我們的法律說可以 我現在政府強迫你 救醫 然後解決掉你的酒瘾問題 或是怎麼樣之後 那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他喝酒以後 打人之前發動 我覺得是可以做到 那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法律圈一般來講 會認為是這樣 這有點就是說 你還沒犯法 我就假設你犯法 所以我就強迫你 那這個在法律的這個邏輯底下 會比較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強制救醫這一塊 之前有一次曾經有要弄 結果又弄得亂七八糟 就是說有一個這個說 這個精神病患 然後強制救醫 結果去抓那個正大搖搖哥 正大有一個這個 有一點比較精神上 有比較問題的一位人士 他就是沒事就在路邊那裡 害來害地 而且但是他也沒有任何攻擊性 沒有任何危險性 你還要50年 結果那個派人抓去抓這個 我好像有印象 導致他就更 就幫他抓去強制救醫 因為你派的 譬如有殺人會有危險性的 你不去抓 結果你跑去抓了 那個整天 在那十年 在那搖來搖來搖來搖去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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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醫 法律圈都觉得这是一种 假设你犯罪 我先把你控制 以前有一部这个电影 我记得是这个 汤姆克尔苏演的 就是说 那个 预知 有人有预知能力 预知你会犯罪 我先把你关起来 他在法律上这样就不行 他还没犯罪 你怎么就叫他 可是比如说他已经犯罪 譬如说已经打个 打个小孩 那个就可以强制就医吗 现在就变成是行后治疗 而且这个也都是 法院其实很少这样判 就是说 你做完劳 代表说你犯错了 我确定你犯罪了 所以我处罚你 处罚完之后 强迫你去治疗 但是现在目前 欢迎会做的 我强迫 我给你处罚了 才强迫你治疗 会强迫吗 还是就是处罚完 就没强迫你了 现在也有了 那这样还好 但是我一直觉得 这就已经太慢 所以我一直关心的点 是在于说 你希望事前 我们既然透过学校 透过医院都发现 有危险因子了 能不能帮忙解决 家庭中的危险因子 我一直觉得家 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人 在外面再怎么受苦受难 然后被老板骂 然后回到家 总是希望是一个安心的 可以敞开心胸的地方 如果回到家 都还要战战兢兢 怕说说错话 被爸爸打 被妈妈打 我觉得太辛苦 你会没有一个归属感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可能是未来 应该要尝试努力的方向 但是我知道 他在几乎 这个讲出来的话 可能很多这个法律圈 都会觉得说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违背 我们法律的一个 基本的价值跟理念的做法 所以这个目前还是蛮大的困难 是OK 所以有关这个家暴 我们都希望我们全国人民 包括我们中央单位 都要重视这个计划 那当然我们的内阁 愿意整个全部动起来 我们也希望不要再发生了 不然吴宗憲要去烧了立法院 这也不好 所以为了要不让他去烧立法院 我们要赶快把这个虐童的事情 想办法 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阻止这样 我一直在想 我们大家听众朋友 有没有可能 如果说你们觉得 我们刚刚讨论的 也有一定的道理 你们去跟选区内的立法委员 对我们不见得说要 不要说只是要求说 把他判重判判死刑 如果你们觉得 我刚刚的讨论也是有道理的话 多要求一个说 那能不能要求 就是说之前有发现 有可能有问题的 就强迫政府一定要赶快介入处理 那我觉得 大家多激婆这件事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 可能也都 你去跟选医院说 也是算妓婆 对啊 人家去跟选医院说 其实他就会放心上了 他就有压力了 他会放心上 就这个我觉得会 也许会有帮助 OK好 所以真的 救小孩全民动起来 希望说我们全国 人民都可以来 重视这个客带 好我们非常地谢谢 今天的特别来宾 来跟我们聊这么好的议题 我们非常地谢谢 红顶法律事务所 也是奶爸律师 陈又欣律师 来跟赛报很久 谢谢律师 谢谢阿佩 谢谢听众朋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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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好也不坏 经过了丑年代 最好也不坏 经过了丑年代 最好也不坏 经过了丑年代